行政長官海誠10日聯同5位司長出席 在政府總部舉行的橫琴越奧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新聞發布會 並回答記者提問 在深合區機構設置方面 兩地政府經過研究討論 形成了合作區開發管理機構、開發執行機構、屬地派駐機構的組建方案 並以上報中央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領導小組 派駐機構的組建方案 並以上報中央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 澳門特區政府也開始選擇了一批年輕、有能力、熟悉兩地事務的公務員 派到執委會參加工作 在政策研究方面 兩地政府成立的組織、通關、財稅、金融、法律、體改等六個專項小組 和珠海屬地工作組均一建立聯絡員的機制 並多次舉行對接的會議 下一階段將會按照總體方案的政策規劃 共同研究推進各項具體政策的出台和落實 被問到總體方案出台後 澳門與橫琴角色之間的轉變 海誠表示澳門由過往參與利用橫琴的角色 變為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橫琴的角色 第一個問題是很簡單的 你說總體方案未發表之前 我們的角色是甚麼 澳門的角色就是好像參加一個新的 有關的開發區被用的角色 橫琴也是這樣、中山也是這樣 我們去哪裡都是一個參與的角色 是一個參與他們的開發 是一個個體去參與開發 但是總體規劃出來之後 我們變成一個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機制 就是我們的執行機構和他們的同事一起去管理這塊地方 按照我們澳門需要的發展思路 去共同發展好這個橫琴 這個就是有一個大的區別在這裏 所以你說有甚麼 他的彰顯在哪裏 你當時來說我去橫琴投資 我是一樣的 去中山哪裏優惠條件高些 我就去哪裏 就是當時來說大家就彰顯不到這個澳門特區政府在裏面的角色 現在你是有了總體方案之後 有這個框架之後 我們的同事進去之後 我們跟他們共同去共建、共管來說 這個就是彰顯了我們大家是為了澳門的以後的發展我們做些甚麼 行政長官凱一誠表示 越澳環琴深度合作區建設對出眾澳門經濟色度多元便利居民生活就業 推動越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豐富一國兩制實踐具有重要意義 特區政府將會與社會各界一起準確把握和落實總體方案的內容 推動合作區的建設 另外特區政府由本月13日起 將會一連三日舉辦各個施政範疇的媒體介紹會 由各位司長介紹總體方案的具體內容解答市民所關心的問題 介紹澳門有線將會全程直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